這個狀況部長還不知道 你們在幹什麼啊 知道 你拍桌子吧 我為什麼不能拍桌子 不是 二位 二位 我也好 部長知道 二位 我知道部長就知道 二位 我請教一下 當發生這樣的狀況 該怎麼辦 這個是誰應該要負起這個責任 我們叫招變成培養名 病毒培養名 然後叫招叫一叫 人家生病就把人家踢掉 直接丟包 委員不要這樣講 把這個狀況 委員好 陸軍跟您做說明 委員好 委員的資訊 如果我個人現在我掌握到 因為我們陸軍接叫招大中 那昨天憲兵有一起 我就一起幫忙回答 我先回到委員講 我們現在進來所有快篩 進來之後叫招員 一、三、七天都快篩 中間不舒服也快篩 然後 如果快篩的密接接受者 經過PTA確認之後 可不可以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表格上都有了 好 我覺得你們今天在這樣子浪費時間 然後浪費我們國家 每一個人想要幫國家努力 捍衛我們的全體國防的時候 然後你在講這些東西 好委員抱歉 你乾脆不要上來好了 好 我現在很努力 上來講幹什麼 推推推 你這就是標準推 不是 我們就講 我這個委員報告 我們就很誠懇的 我要了解狀況 跟您做 我現在就在跟你講狀況啊 所以我現在不是在跟你講狀況嗎 我浪費時間很抱歉 這個狀況部長還不知道 你們在幹什麼啊 知道 我為什麼不能拍桌子 不是 何委員 我也好 部長知道 何委員 先回座了 部長 何委員 那個何委員聽我說一下 何委員 何委員聽我說一下 何委員 我聽我說一下哈 這是媒體的說法 或當事人的說法 國防部跟當事人都還沒有對過了解嗎 並不是媒體的說法 我昨天就跟當事人確認過了 沒有啦 國防部還沒跟當事人確認嗎 我沒有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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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就已經跟當事人確認過了 這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但國防部還沒確認嗎 你這個部長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要說 你現在是說我在這裡說謊是不是 我幹嘛說 我沒有講你說謊 但我也沒有講假話 不 委員這樣子是不是容許我把這兩個例子 還拍桌子啊 你拍啊 你拍我也拍啊 為什麼不能拍桌子 何委員 何委員不要這樣子啦 待會兒拍啊 何委員 先休息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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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啊 我要跟你講清楚 我要了解狀況 那個部長 先休息 何委員先休息五分鐘 好 那剛剛到底被拍了幾次桌子啊 我沒有給你省我爛山 真的很誇張 好啦這個不要再發生了啦 真的太誇張 我坦白講啦 那個 真的太誇張 部長跟你說明一下啦 這個 委員要怎麼拍 他要翻桌再怎麼拍是他個人的問題啦 那作為一個行政官 其實是不宜有這樣的一個比較過激的動作 我因為代表的是 委員代表他個人嘛 那部長畢竟代表整個部會啦 代表政府啦 還是請拜託盡量克制一下 好不好 好 好 各位 那我們繼續啦好不好 請問一下部長 你對你剛剛這樣子拍桌的行為 你有什麼想法 你覺得很棒 很開心 委員你以你的想法來想我的 來講我的態度 我不是這樣子 假如你剛剛講這句話 代表你自己 那我沒意見 我怎麼會代表我自己 那你剛剛講 你離愛 你認為我怎麼樣想法 我代表的是整個國會 我沒有想法 我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 我就一個直接回應啦 我認為你這樣的行為真的是不妥 你認為妥不妥就好 但我覺得委員 我在跟你溝通過程當中 我認為你 你告訴我你這樣剛剛的行為妥不妥 我就不會再問下 我沒有說妥不妥 你認為很適當 還是不適當 不是 我這一個回應 委員你要問我妥不妥 那委員先問問看自己妥不妥 沒有 部長 委員妥不妥他自己決定啦 選民自己有判斷啦 部長的部分的確啦 我坦白講 這個是反質詢 還是表達 反質詢來了喔 沒有啦沒關係 部長 對這件事情坦白講 我認為就遺憾了 沒有什麼妥不妥 沒有什麼妥不妥 這道歉 我同樣被主席道歉 國防部工作同樣的道歉 我今天部長做了不好的事 再給他們 但我不會跟你道歉的 好 好 好